請問一下日本的媒體有報告說 就是有九成的退役的部分 他要是間諜 對於這樣的消息 就覺得很生氣 胡說八道 會覺得他們這樣子的指控 胡說八道 這個日本的經濟新聞 他其實還提到說 那個國軍中施太多外省人 這個主義 我昨天晚上都沒睡好 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國軍將領 怎麼會連日本人都來侮辱我們呢 所以我回了一句很不好聽的話 我說放屁屁 非常不好聽的話 為什麼表示我內心呢 憤恨 以及對於我們國軍將領 這個信任的一種態度 我非常希望我們的媒體 把我今天早上講的那個髒話 把它翻譯了 把它反映出去 胡說八道 放屁